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桑托斯行为应该受到众院最严格惩处 据悉 美国司法部于10月10日以23项指控罪名提交了针对桑托斯的起诉书 其中包括电信欺诈罪和身份盗窃罪在内的10项指控 以及7项电信欺诈罪 3项洗钱罪 1项盗窃公共资金罪和2项重大虚假陈述罪 桑托斯当天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时说 众院透过选票表达声音 他们设立了非常危险的先例 且在没有被定罪的情况下 自己也不愿意留在华盛顿发挥影响力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已经表示 会尽快补选桑托斯所在的长岛选区的一员 俄亥俄州和马萨诸塞州部分地区的医生报告称 儿童肺炎病例激增 在11月30日的一份新闻稿中 俄亥俄州沃伦县的官员介绍了当地疫情的最新情况 指出已报告了145例3至14岁儿童肺炎病例 这些小儿肺炎病例有些人称之为白肺综合症 最典型的症状是咳嗽发烧和乏力 医生说大多数细菌性肺炎病例都可以用抗生素治疗 而且大多数不需要住院 该州的卫生官员对儿童肺炎病例的增加发出警告 但专家说这次疫情爆发与中国发生的疫情之间没有联系 与此同时在马萨诸塞州西部 医生发现有大量行走性肺炎 这是一种较温和的肺部疾病患者发烧和咳嗽 但无谈 据称这两起疫情都不是由新型病原体引起的 而且并非所有肺炎病例都是单一感染所致 相反季节性细菌和病毒混合感染正在同时爆发 新西兰新政府希望扭转国人十字率骤降的局面 保守派总理卢克森12月1日表示 新西兰各地的学校将禁用手机 法新社报道 新西兰学校曾经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读写成绩 但如今阅读和写作水平降低的程度 以令一些研究人员担心课堂出现危机 卢克森宣布 他将在上任头100天内禁止学校使用手机 此举将阻止扰乱行为 并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 也想让老师能够教学 新西兰慈善机构教育中心研究人员2022年曾警告 新西兰已出现十字危机 他们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15岁青少年几乎无法读写 他们写道 很明显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来解决新西兰令人苦恼的低时自律问题